你想收听全部的故事吗? 马上加入童话套童岛天际Club 就可以立刻解锁无限听到宝 跨平台收听请使用Spotify加入 iOS系统推荐使用Apple Podcast 好多好多故事等着你啊 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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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岛最热 套童岛 嗨,我是猫猫 欢迎来到童话套童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童岛更新哦 大家好 哈喽 各位导迷们好 小子姐姐 莎拉怎么样了 今天可不可以快点说故事 我也好想知道啊 爸 我们也是 好好好 那就不啰嗦了 阿当 上 好的 上集我们说到 就在莎拉举办11岁生日宴会的当天 传来了一个超级坏消息 那就是 莎拉的爸爸 因为处理钻石矿的事情 压力太大 又得了热病过世了 莎拉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敏青校长本来想要把她赶出去 但是呢 又怕别人的闲言闲语 所以就让莎拉带着她的艾蜜莉住到阁楼 让她变成学校里的刨腿女工和免费的法语老师 正值成长期的莎拉不断地长高 但是校长只准她留下很旧很旧的衣服 所以她穿起来很滑稽 连她自己去街上帮忙买东西时 经过橱窗看到自己的样子都很害羞 这天已经接近圣诞节了 学校对面有一户人家的孩子 正准备去参加派对 有个八岁的漂亮小男孩 看到莎拉穿得很破旧 就把自己口袋里的一枚硬币拿给莎拉 来 可怜的女孩 给你 莎拉被吓了一跳 她瞬间脸红到不行地说 不用 谢谢你 但是我不能收 要 你一定要拿 可怜的女孩 莎拉觉得自己似乎不该拒绝她 于是她说 谢谢你 你是个非常善良又仁慈的孩子 谢谢你 男孩上了马车离开后 莎拉感到呼吸急促 眼睛里闪着泪光 原来 原来我看起来就像乞丐一样 但是在另外一边 马车上 孩子们开始兴奋地讨论起来 我很确定 刚刚那个女孩不是乞丐 可是她看起来很可怜啊 但是她没有跟你讨钱啊 我很担心她会对你生气呢 她没有生气 她还说我是个非常善良又仁慈的孩子 你看 乞丐绝对不会说这种话 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子学院里的女工 感觉她可能没有家人 而且可能是孤儿 最后 这些孩子还帮莎拉取名为 不是乞丐的女孩 这是莎拉很崩溃的一天 她整天被人叫来叫去 最后还因为不是她的错 而被罚不能吃晚餐 她又饿又累 在白天又被看作是乞丐 深夜回到阁楼时 她看到艾蜜莉坐在椅子上 冷漠地看着她 莎拉难过地把艾蜜莉摔到地上 你就只是个木头娃娃 你没有心 没有感情 你根本听不到我说的 莎拉从来没有这样发泄过情绪 她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很讶异 没多久 莎拉抬起头 她抱起了艾蜜莉 对她说 对不起艾蜜莉 你没办法让自己不是洋娃娃啊 也许你已经尽了 身为洋娃娃的权利了 第二天早上 她又去帮忙跑腿的时候 看到了隔壁房子前面 有一辆装满家具的大卡车 太好了 隔壁终于有人搬进来了 希望从阁楼探出头来的人 会是个好人 隔壁那户人家的阁楼 跟莎拉的阁楼 几乎用跨的就可以跳过去 所以莎拉希望 搬来的会是好相处的人 一直到傍晚 她又出来跑腿的时候 隔壁都还在搬家 突然 她看到了好熟悉的家具 那些地毯 窗帘跟饰品 都好像她在印度的家 这户人家 一定去过印度 真是让人太开心了 感觉隔壁邻居 就像是朋友一样 没多久 她又看到对面那户人家的父亲 指挥着搬货的人 东西放在哪里 好像是在帮忙隔壁邻居 处理搬家事宜 晚上消息灵通的贝奇 跟莎拉说 小姐 跟你说 隔壁要搬进来的是一位印度先生 听说他很有钱 但是他生病了 对面那户人家的父亲 是他的律师 这天晚上 两个女孩不断地猜测 隔壁邻居会是什么样子 家人又会是什么样子 想象让两个女孩都好开心哦 几个礼拜之后 隔壁邻居搬进来了 新主人没有家人 是一位单身男子 而且身体状况 好像不太好 这天 莎拉提早结束厨房的工作 在黄昏的时候 回到阁楼 哇 夕阳好美哦 她站到桌子上 打开天窗 把头探出窗外 西边的天空 云层就像是流动的黄金一样 整个世界都被灿烂耀眼的浪花 翻卷而过 飞越屋顶的黑色乌鸦 把金黄色的天空 衬托得更加明亮 正当莎拉沉浸在这 如梦似幻的景象时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个声音 她马上转过头去 是一种微弱的吱吱声 隔壁隔楼 有人和她一样 开天窗欣赏夕阳 她身穿白色长衫 头上戴着白色头巾 是位印度水手啊 而且她还带着一只可爱的猴子 两位邻居相视而笑 这个时候 小猴子挣脱了印度水手的怀抱 跳到莎拉的肩上 接着又跳进莎拉的房里 莎拉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想 那位水手 应该会想要带回她的猴子吧 于是 莎拉用印度语问那位水手说 她会让我抓她吗 印度水手好吃惊哦 她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会说印度语的人 这位印度水手叫做拉姆达斯 她请问莎拉 呃 请问小姐 我可以过去把猴子抓回来吗 当然没问题 拉姆达斯很快地跳过来 抓了猴子之后 又很快地回到隔壁 但是在过来的时候 她发现了莎拉的房间 有多破旧 多贫乏 可是 她觉得莎拉的谈吐 就像一位贵族一样 这让她有些疑惑 这天晚上 贝奇又带来了 隔壁印度先生的消息 小姐 跟你说 隔壁的印度先生 其实并不是印度人 而是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哦 她还遇到了十分不幸的意外 导致她的财产一度围在旦夕 她当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没了 所以就生病了 但谁知道 没多久 她的运气又突然好了起来 所有的财产又回来了 听说她遇到的意外 和旦坎均有关哦 她的遇遇就跟我爸爸一样 还跟我爸爸一样生病了 但还好 她还活着 隔壁邻居叫做凯瑞斯夫 他很喜欢学校对面那户人家的孩子 孩子们也很常去拜访凯瑞斯夫先生 有一天 他们聊到了不是乞丐的女孩的故事 他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 而且又听拉姆达斯说过 沙拉的房间又多么冷清 他望着壁炉里的火 思考着说 拉姆达斯 你想 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小女孩 会不会也像隔壁那个小女孩一样 过着那么辛苦的生活呢 我的主人 您确定您之前找的方向是正确的吗 我什么都不确定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 虽然我和拉尔斐克鲁青铜手足 但是我们很少谈到采矿以外的事 我只知道 他把孩子送到欧洲某个国家的学校去了 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的主人 那您怎么会想去法国找呢 因为他的母亲是法国人 所以我才会去法国找啊 我的主人 别痛苦了 我们慢慢来 一定会找到的 在寻找那位小女孩的同时 凯瑞斯夫先生也想出了一个特别的计划 这天是今年冬天 英国最冷的一天 莎拉又不知道第几次被派出去跑腿了 她觉得她的身体已经冻僵 而且还好饿 校长一直在找她的麻烦 罚她在这么冷的天气里 还不能吃午餐和晚餐 走在路上的她 只能让自己不要昏倒 回到阁楼 莎拉勉强自己想象 想象 闭炉前 有一张舒适的椅子 想象椅子旁边 有一张小桌子 桌子上面 放着热腾腾的晚餐 想象有一张美丽而柔软的床 上面 有羊毛毯 和蓬松的大枕头 她终于让自己睡着 让自己不再肚子饿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但是刚醒过来的时候 她觉得好温暖 好舒适哦 她觉得自己一定还在梦中 哇 好舒服 我不想起床 但是 壁炉里发出了 噼啪声 让她瞬间清醒 但是眼前看到的景象 让她觉得 哦 原来我还没醒啊 她在睡前的想象 现在全部都在她眼前出现 她捏了捏自己的脸 哦 好痛 没有消失 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不是做梦 她马上跑到隔壁去叫醒贝奇 贝奇跟着她回到房间 惊喜地看着 哦 怎么可能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刚刚确认过了 两个女孩开心地把一桌子的食物全部都吃个精光 享受着温暖的炉火 两个人都既温暖又满足 第二天 第三天 每天 两个女孩回到阁楼 都会发现有新的食物 和新的家具 在沙拉的房间出现 沙拉和贝奇都不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想说 这一切都是有一位大好人所施展的魔法 而且 这位大好人在几天之后 还为沙拉送来买是高级衣物的包裹 这让校长感到很吃惊 难道沙拉有一个很有钱的亲戚 发现她在这里的生活吗 沙拉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再工作了 回来教室上课吧 所有孩子都觉得 沙拉可能真的是一位公主 她就要回归公主的生活了 有一天晚上 在沙拉和贝奇享用那热腾腾的晚餐时 突然听到天窗响起了一个小小的声响 沙拉微笑着说 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是那只小猴子 调皮的小猴子跑来沙拉的阁楼房间里 沙拉收留她一晚 准备第二天就送还给隔壁的凯瑞斯夫先生 顺便去正式地拜访一下 第二天 沙拉带着小猴子去拜访了 一直很想认识的邻居 沙拉走进客厅里 您好 凯瑞斯夫先生 您的小猴子昨天跑到我房间去了 但因为时间太晚 外面也太冷 所以我就留了他一晚 谢谢你 你考虑得很周到 我应该把他交给印度水手吗 你怎么知道拉姆达斯是印度水手 我知道啊 因为我是在印度出生的 凯瑞斯夫先生听了猛然坐直了身体 很吃惊地说 你是在印度出生的 快快过来 沙拉虽然觉得疑惑 但还是走过去 把手放在凯瑞斯夫先生的手上 你住在隔壁吗 是的 我住在女子学院里 但你并不是学校里的学生吧 我不太确定我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呢 一开始我是学生 是个特权寄宿生 但是现在 现在怎么了 现在我睡在阁楼里 就在厨房女工旁边 我每天要帮厨师跑腿 做任何他要我做的事 还要教幼小的孩子们发育 孩子 你说一开始是什么意思 我爸爸一开始带我来的时候啊 那你爸爸现在在哪里 他过世了 他把钱赔光了 没有留下遗产给我 现在没有人照顾我 也没有人付钱给校长 我的天哪 所以你就被送到阁楼 做小苦工 是吗 是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叫拉尔斐克鲁 我的天哪 你就是那个孩子 哪个孩子 我 我是你 我是你爸爸 最好的朋友 我已经找了你两年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而我就住在隔壁 你怎么会不知道 要去哪里找我呢 哎呀 钻石矿开采 遇到困难 导致我破产了 我因为感到对不起最好的朋友 而生病离开印度治疗 在我还没有康复的时候 你爸爸却过世了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 又生了更重的病 等我好转之后 奇迹似的 我的财产又回来了 我一直想找你 但是以为你在巴黎 所以找错了方向 哎呀 害你受了那么多苦 真是对不起啊 是吗 原来是这样 这个时候 拉姆达斯说 小姐 你的阁楼房间 就是凯瑞斯夫先生改造的 什么 原来是你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不问我是谁 就帮助我吗 好的 我相信你了 谢谢你 孩子 谢谢你 莎拉再也没有回去 敏亲女子学院 她就在凯瑞斯夫先生家 住了下来 而且还把贝奇接过来了 从此以后 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结束 哇 太好了 莎拉终于找回自己的生活了 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 哇 好好听的词啊 这是出自宋代词人 心气极大 轻欲暗一词 嗯 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就是找一个人找很久 但其实一回头看 要找的人就在那里 酷耶 就是凯瑞斯夫找莎拉的情况耶 对啊 真的很谢谢美秀姐姐登岛 来陪我们一起听小公主这个故事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我也觉得非常荣幸 嗚呼 Yeah 谢谢美秀姐姐 谢谢美秀姐姐 不客气 哈哈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掰掰